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章的经文重点是关于审判和拯救 所以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主要是分为两大的部分 上一部分是在一至十四节 就是讲到关于上帝对列国的审判 包括了有推罗 西顿和菲利士 第二大部分就是在第十五节之下 它讲到关于耶和华对犹大的一个祝福 所以接下来就会一连全的祝福 让我们继续看之先我们同心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祢让我们坚定相信 祢是公义的 祢会对不以恶人作出最终的审判 亦都会拯救犯求告祢的人 并赐福给世人 让世人能够得享祢的恩典和爱 愿祢都会预备我们的心 聆听祢的教导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靠礼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约以书第三章 上帝要审判列国 看啊 在哪些日子 到那个时候 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老之人归回的时候 我要聚集万民 带他们下到约沙发谷去 在哪里 我要为我百姓 我产业以色列的缘故 向万民施行审判 因为他们把我的百姓 分散到列国 瓜分了我的土地 为我的百姓抽签 以男孩换取妓女 为喝酒卖掉女孩 推罗 西顿 和菲利士四景的人 你们与我河干 你们要报复我吗 若要报复我 我必使报应 速速归到你们头上 你们夺取我的金银 把我珍贵的宝物 带入你们的妙语 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 卖给希腊人 使他们远离自己的疆界 看啊 我必激发他们 离开你们把他们卖去的地方 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头上 我要将你们的疑慮 卖到犹大人手中 他们必转迈给远方的国家 士巴人 这是耶和华说的 当在列国中宣告 预备打仗 激发勇士 使所有战士上前来 要将泥头打成刀剑 廉刀打成锅锚 若者要说 我是勇士 四维的列国 你们要速速前来 一同聚集 耶和华 求你使你的勇士降临 列国都当兴起 上到约沙发谷 因为我必坐在那里 审判四维的列国 灰连刀罢 因为庄价熟了 来踩踏罢 因为炸酒池满了 酒池已经满日 因为他们的罪恶甚大 在断定谷 有许多许多的人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 临近断定谷 日月昏暗 星寿无光 上帝将赐福给他的子民 耶和华必从石安敲叫 从耶路撒冷出声 天地就震动 耶和华却要作他百姓的避难所 作以色列人的保障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 我住在石安 我的圣山 耶路撒冷必成为圣 陌生人不再从其中经过 在那日 大山要滴甜酒 小山要流奶 犹大的溪河都有水流出 必有泉源 从耶和华的电钟流出 滋润十亭谷 埃及必定荒凉 以东成为荒凉的旷野 因为他们向犹大人行残暴 犹因他们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 但犹大必传到永远 耶路撒冷必传到万代 我要免除流人血的罪 是先前未曾免除的 耶和华居住在石安 上帝列国的审判日子到了 审判的地点就是约沙发谷 而审判的对象就是列国 包括了推罗 西洞和菲利市 为什么要审判列国呢 原因至少有四个 第一 就是他们将以色列人分散到不同的地方 第二 不单止去不同的地方 还要去贩卖人口 去一些很偏僻很遥远的地方 令到他们无法回到他们的家乡 第三 他们为了换取美酒 竟然贩卖同男同女 第四 他们拿了他们的钱 和一些很贵重的物品 竟然将这些东西 带到去拜偶像和妙语当中 这些都是耶和华对列国审判的原因来的 耶和华对列国所施行的一切审判 呼吁他们上这个审判的地方 就是约沙发谷 面对这个审判的主 才用了农业社会里面取材的一些形容 来到去表达这个审判 是没有办法可以逃避的 包括了是什么呢 包括了就是当辉动联刀 装戒已熟 当你踩踏这个渣酒的时候 渣酒池就已经满了 这个是代表了一个 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个审判 第二大段的经文是讲到 上帝对以色列文的祝福 特别针对犹大和耶路撒冷 当上帝对列国私人审判之后 他就为了犹大有一些的应许 但是在讲英去之先 圣经里面怎样去形容耶和华的华临到呢 他就说耶和华抛叫 又使天地震动 这些的形容词 其实在旧约的圣经 是代表着耶和华临在的意思 亦都是讲着上帝保护的标记 所以在第十六节的下半节 去这样讲 耶和华要成为百姓的避难所 要成为以色列人的保障 对于犹大有什么祝福呢 至少有三方面 第一就是刚刚讲到的 犹大就是有上帝为他们生命的保障 第二他说大山要滴点走 小山要流奶 溪河有水 全员要流出 这正正是代表犹大不再像列国遭殃的遭害里面一样 就是怎样的呢 就像荒良的埃及和旷野的异东 刚刚和这些地方是相反的 意思是他们各样东西都充足的 最后第三 犹大人必传到永远及万代 意思就是原来他们所拥有的福气 不单止自己有 连他们的后代都能够继承 上帝对列国的审判 彰显了上帝的公义 但同时间都反映了社会的罪恶 当我们放眼今天的世界里面 面对着社会很多的罪恶 我们又会不会用到上帝的公义的标准 来到去判断是非呢 耶和华是公义的 会审判罪恶的 但同时耶和华又是避难所 又是众人的保障 当我们去寻求耶和华的保障 走进去耶和华的避难所的时候 我们又可以去怎样呢 面对社会上的众多的罪恶 我们是否可以和人去分享 自己怎样受上帝的保障的经历 或者怎样受到上帝引领我们 进入避难所 而去接受上帝的保障呢 在教会里面学了一个报道方法 叫做关怀报道 其实它就是从关怀开始 就是将信仰和生活连结起来 当我们去分享信仰的时候 我们就从关怀开始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正经教我们这群基督徒 当我们和人去分享信仰的时候 就是不要是死板板的 硬是就要逼人信 或者要求人信 倒回来 我们是从关怀去入手 从生活的开始 将信仰的真实 带回到他们的生活当中 以至这群人去听到这个信仰的时候 他会真的感受到和经历到 这个信仰是真实的 和生活是有关系的 大家都可以不妨去试下 从关怀去开始进入 带出信仰 能够让你身边的人 可以认定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 耶和华是我们的保障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耶和华却要作他百姓的避难所 作以色列人的保障 《药尔书》三章十六节下 完了药尔书之后 明天会开始用阿摩斯书 和大家灵修 继续透过圣经的话语 让生命更生